诶 没这么简单哦 因为通常呢我们都是 讲话的时候 一些人会呢比较刻薄一点 有些人讲话会大声一点 有些人讲话呢就好像要跟人家吵架一样 那如果说你要在意你的人生呢 有成功呢 诶 那好好说话 人生无挂 无挂的意思是说 无牵挂啦 无牵无挂 无忧无利 这个意思 那总和来讲 好好说话人生无挂是什么意思呢 来 等一下就会分享啦 所以你看这里啊 那个画画的卡顿呢 我也是笑笑的 这个啊 我要教人家好好说话 还要敲他的头 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传直笑方面 可以这么做吗 当然不可以啦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邀请今天的讲言 讲师 你几个 为什么不是Jasleen的 为什么会变成Caleb呢 好 没关系啦 因为今天早上我接到一通电话 你接安杀打来的 他说 要不要cancel掉啊 因为Jasleen临时有事紧急的事 我就觉得 说你去找蒋远 找一个 他说 他说找到了 我说他找到了就好咯 他说就是你咯 我说我什么 突然间杀出来叫我做 那我也觉得 大家都很期待啦 今天的这个 这个 主题 所以我就 就决定答应了他 所以 就 在我的抽屉里面挖挖挖 也挖不出什么来 所以就在 这个 早上呢 中午的时间呢 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所以重新从我的脑袋里思考 挖出来一些东西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 相信 在这里 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 如果 讲得不好啊 很抱歉 因为我通常都是那个小咖的 星期一啊 讲那个产品的都是我讲的 那讲到这些 motivation啊 这些呢 通常都是 都有特别的讲言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想问一问 那 请问大家 大家都在 这里都是member嘛 今天的 大家都是 专销人吧 所以 你向往的成功人生 是怎样的呢 好 请问你一下 你向往的成功人生 是怎么样的 到底是 你是像一个 政府世界的人吗 哇 政府世界 我觉得 不要好吧 因为现在你看 有一些国家 要政府世界 要成为世界老大 天下大乱 你看最近 哇 又在打仗了 所以政府世界 并不伟大 那对我们来讲 哎呀 我们要政府世界 这么简单吗 不可能啊 那我们最主要的是 最主要是能够 一个人能够 政府自己 那才是世界最伟大的人 有一句话说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调查 他说 人呢 你活呢 大概过了两百年之后啊 一个人死后两百年了 几乎没有人记得你了 哇 这句话讲的 好像有一点意识 又好像有一点不对啊 其实说实在的 一个人如果过了两百年啊 你过了第三代 第四代 大家都忘记了 那些祖先是谁啊 所以基本上 这句话讲的对 所以你看今天呢 能够让人家留住呢 记到你的脑袋里呢 不是那些发明家啦 比较伟大出名的发明家 一些科学家啦 不然的话呢 就是 等一下 可以帮我一下 有一个人在挤手啊 然后 很麻烦 我看到这种东西 我被打喊了 等一下 对不起啊 我在做 视频的时候 我不能够有这种东西 来嘎叫我的 我要把它弄掉 把所有这些 等下 对不起 看我可以做 那些setting mute 然后我会给你 sorry啊 对不起啊 我就是 不能看到那些东西 跑出来 很爱我的眼 ok好 我重新share我的screen 就是刚才讲到这里 所以我比较喜欢给两三个人做cohost 刚才想要给serles做cohost 就做不到 有人棘手的时候 你们做cohost 就把那个手啊 别拿毁掉 因为他跑出来我的screen 我很辛苦 ok最主要呢 我们刚才谈哦 政府世界并不伟大 一个人能够政府自己呢 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你看今天我们所记得的那个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啦 啊 孔子啦 你能够在文学上 你能够在科学上留下你的名 或者在医学上 就很多人会记得你哦 那 我们就没有到那个地步嘛 我们又没有这么的厉害 那最主要呢 也不要自卑 最主要我们是要 我们要能够征服自己 那我们就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至少至少呢 好像那一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就有一些 diamond啊 这样的时候 我要在我的人生呢 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我是一个最出名的 最成功的 传销员 也是能够造福很多人的 哇 这个是非常大的目标了 所以呢 OK 我来问一问大家了 看看以下的问题 那你自己打一打哦 你要不要打勾也好 在你的脑袋也打勾也好 哦 等下你就 不用打我啦 你就告诉 你就告诉你自己 到底你答对了几题 首先呢 你是不是呢 在职场啦 郊游啦 学校呢 高白场合呢 你都会有以下的感受 没说几句 话题一下 一下子就冷掉了 现场尴尬到不行 哇 最近呢 我听说啊 有一些人很厉害哦 他说 不是你尴尬 就是我尴尬 我那种的不尴尬的哦 我谈的不是这个哦 就是说你一刀没谈起去 哇 全部冷掉了 现场变得很尴尬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 你一开口讲话 就好像会得罪人 不知道该如何 说出讨人喜欢的话 哦 就是有些人就是会有这种哦 啊 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啊 最好是能够自己感受到 哦 接下来呢 看见大伙聊得很开心 好开心 我该怎么做才能快速 融入说话签呢 啊 这个是不是你现在一直在思考 你该如何做的呢 啊 最后一个问题 当我讲话时 大家总是面无表情 我不想被认为是个无气的人 会不会有以上啊 一二三四 这一些问题呢 啊 那如果有答对一个的呢 还好 答对两个的呢 就50%哦 三个呢 那我们的好好说话 人生胡瓜在这一方面呢 就要啊 有改善 就要有一个学习的空间 可以上课程哦 那呢 今天来到这里呢 我希望我这里 跟你分享的呢 就能够帮到你 那说回来呢 这是什么 这是 沟通 啊 你看 啊 左边的这个小女生 跟 好像是啊 好像是他父亲啊 不是他老公吧 要他沟通的时候 啊 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笑 啊 这是很老牙 很老爷 很老牙的沟通方法 你看不看到不看到 啊 已经断了线 啊 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 好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啦 比较老牙的 你用那个 古灵工哦 啊 你这样穿的线呢 是可以听到的哦 啊 所以 那请问你 啊 你是不是 啊 刚才你有以上的问题呢 你会觉得是你在 沟通方面出现的问题呢 其实呢 也是对的哦 啊 因为 沟通呢 是双向 信息的哦 沟通 好 我再强调 收沟通呢 是双向信息的 如果今天呢 我们跟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只是我讲没有你讲 啊 或者是只有你讲没有我讲 啊 啊 那 久而久之你会 感觉到哦 你会发觉到哦 如果你是比较敏感的呢 你会比较发觉到哦 刚才以上四个问题呢 就出现了 那如果以上四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该怎么办呢 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哦 有时候不管你活了多少岁 啊 你还是要来 学习沟通 哦 尤其呢 尤其呢 是在传直销哦 我讲传直销哦 不是传销啊 传直销 我们的MLM这里啊 我们这些有时候你看哦 那些啊 做了啊 升了级的人哦 然后有时候他们讲话哦 啊 那些刚刚进来的啊 那些新的director 可能你会觉得哎呀 啊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大大头头哦 你能够啊 跟啊 即使呢 刚刚进来成为member的呢 有一个很好的双向沟通的话 你也能够听起哦 听起啊 聆听他的声音 那个时候哦 说实在的哦 这是一个成功的哦 成功的哦 你可以变成一个企业家 虽然是 是一个呃 传销界 但是呢 你都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家 只是那个呃 营商模式不同而已 好 那如何要好好说话 人生胡瓜呢 哦 你要如何要成为聊天高手呢 所以说到最后沟通呢 就是聊 哦 你要如何聊跟对方聊呢 哦 所以 呃 有一句话说哦 有一个很出名的作者 他他就说 会说话的人都拥有胡瓜的人生 哦 因为你说话很好听嘛 然后你说话又负责任啊 我不是讲那些 真客讲的话 爽 爽的哦 啊 你要在 传职销界成功的话哦 你要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哦 然后呢 还要 说的 说得到做得到啦 哦 那么 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就能够成为一个聊天高手 那真正的聊天高手是怎么聊天的呢 啊 这里呢 有五个哦 五个啊 方法哦 简单啊 不要简单哦 今天我就列出比较简单的 第一呢 不要一直问问题 第二 用陈述 代替 问答 第三 减少不必要的 引住词 第四 家人是最容易有公民的话题 第五 冷读书 哇 这好像 什么东西呢 看起来很怪很怪 好 我们再一一的 比较详细来解释 第一个 不要一直问问题 我讲到这个呢 可能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不对嘞 Mr. Yu 我的 Diamond 我的Gold Diamond 跟我讲哦 我们在 跟人家沟通啊 你要去 要卖这个I'm Laser的时候 一定要问问题的吗 你不问 不问问题 你怎么能够知道他的需要呢 哦 我这里所说的 你说的 也对啊 我在这里所说的呢 是这样的 你不要哦 啊 在问问题的时候 你一直问 问到的啊 你好像CIA这样啊 你好像警察这样啊 你一直都要问 哎 请问结婚了没有啊 几个孩子啦 住哪里啦 哇 户口调查 啊 这么问呢 对方呢 只是 是给你有问 啊 有答 答到最后问完了 怎么办 啊 通常呢 就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 因为聊天过程中的大人长 所以呢 一直想 啊 不停的要问问题 然后可能呢 你也是很想在 啊 呃 传销界成功嘛 所以 啊 你上面的老师教你啊 要 问问题 你就一直一直这样的问 好 所以聊天呢 你在问问题的时候 他也是要有 互相 啊 互动的交流的 啊 就 呃 很简单的说 通常呢 我们都会遇到什么人来找我们呢 啊 都会遇到那些卖 啊 啊 啊 insurance的嘛 那个卖保险的 啊 所以有时候 哎呀 还是要应酬啦 啊 因为可能是 Andron介绍的朋友嘛 所以也是要应酬应酬一下 但是你看有时候我就会 我就跟他们玩玩一下 有一些人来到啊 真的是好像调查户口这样啊 哇 要问问问 问完了 OK啦 你问我答啦 答完了之后我就静静咯 我就快观察到底你要做什么呢 所以呢 有时候啊 你遇到老鹰的时候也是很麻烦哦 人家也是会玩你 所以呢 在这方面呢 最最重要呢 你在问的时候呢 要让对对方感觉到舒服 不可以给他感觉到你好像警察在审问一样 然后 适当的问答呢 啊 给对方呢也是可以加分的 让他呢 也对你有好感 对你有好奇心哦 当他对你有好奇心哦 当他对你有好奇心的时候啊 你就问问对了 问对了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呢 他就会开始问 哎 你说的那个啊 啊 养生表冷激光到底是怎样能够让我们身体提升免疫力呢 啊 如果他有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 啊 就是说呢 啊 你就问对问题了 啊 所以不时 一直在问哦 啊 好像呢 打仗了 那个机关枪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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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好 然后第二呢 用陈述 代替问答 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啊 如果我们 碰到的那些比较 呃 沉默寡言的 就是不大喜欢讲话的人 哦 他不大喜欢讲话 可能是因为 那个时候他刚刚吃饱 哈哈 有时候呢 他就感觉上哦 如果他的那个身体语言哦 这样放出来啊 你就感觉上他对你 很 很 这个 不慎熟的时候 不大认识你 所以他就不想 讲话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啊 你就要先 哦 啊 用陈述就是说 他好像啊 在在讲故事的方法 这样什么了 啊 这里比如啊 你喜欢吃什么 然后他可能 嗯 就这样顶个头 那你要怎么办 哦 那你就可以说啊 我喜欢吃意大利面呢 喜欢吃披萨呢 呃 然后你可以谈到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啦 那时候哦 我现在在煎肥啊 所以我暂时不吃奶油口味等等 或者是我现在呢 不就比较喜欢吃 啊 他那个皮比较啊 那个啊 比较薄的啊 啊 我现在呢 我不大喜欢吃 呃带有肉的啊 啊 所以可能成中呢 你就能够让他 找到他自己的话题 他也很想跟你沟通 我可能他也是很喜欢吃意大利面 很喜欢吃披萨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带领他啊 所以你要啊 先把啊自己 或者先介绍自己哦 好像我呢 就很很简单很特别 啊 有时候我把我的那个 name card哦 递给人家 那个时候他一看 啊 他有如果也稍微注意看 刚才你没有注意看我的姓是怎样的吗 我的姓哦 在这里哦 告诉你哦 不是y e o h 虽然我姓杨木一阳哦 我的姓英文是y e o的哦 y e o很特别吗 很少人有嘛 这个姓 所以 然后 我的姓啊 呃 就可以帮助我打开场嘛 所以从那里这个时候 哎他就有些人的眼睛眼明手快啊 他看到了就 为什么你的姓会这样的 是不是呃 呃 写错 哦我说这是呃 grandfather story 这是我公公的时候的故事了 啊其实也是grandfather story嘛 啊我祖父从中国来 哦然后他ABC不认识日 啊 就帮我老爸注册的时候就 给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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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有三兄弟哦 呃 我父亲 然后 我的二叔哦 两个人的姓都是不对的 只有我第三叔的姓才是对的 才是一个y e o h 所以哦这也是能够打开话题嘛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啊 我们就能够制造啊更多的话题 跟他彼此的谈 哦 接下来呢第三 减少不必要的语注词 这是有时候呢很喜欢人很像 呃 哦 尤其是我们哦 呃呃是代表万成公司嘛哦 当成当我们去推销我们的ventros 产品的时候可能顾客就会问你 哎这个产品能够帮助到这个呃皮肤病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啊 啊 有一种皮肤病很严重的哈哈哈哈 你有皮鲜吗 啊 你看到我的表情吗啊 你你不要有这样的表情啊 哦 嘴巴开大大 那就 他就完全对你失去信心了嘛哦 所以这个时候糟糕了 而如果他问题能够帮助到牛皮鲜呢 你就 啊 要很快哦 你不要啊 你说 哦应该可以吧 哦 因为我好像有听说过 哦 因为你在这里有听说过 我好像有听说过 但是如果你不肯定的话呢 这个最好呢我去呃 呃 澄清一下 我再来告诉你 哦 这么呢就你也好嘛 你就留下哦 下一次能够给他通电话的时间了嘛 哦 所以他也会感觉到 你很 这个professional 很专业化 哦 不是不懂的 然后你在 介绍 I am laser 的时候 有 我感觉到有一些人很喜欢讲哦 啊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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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ok太多哦 这种 译助词太多的时候 最后呢 你的顾客呢 会做什么呢 他在算你讲几个ok哦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他感觉到什么 你感觉到还很好 一直在ok 但是呢他怎样 他已经无法投入了 他那个时候 心里一直在算 哎 这个这个mr yo很可爱呢 然后 他讲两三句就一个ok 就ok 哇他讲的五次ok了 你想想看 他在算我讲几次的ok怎么办 啊 十次了 哦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无法投入哦 而你在那边所要介绍的 他只是在那边算你讲几个ok糟糕了 那你认为能够成交吗 哦 你认为你达到了好好说话 人生乎挂吗 而一次 两次三次 找了五个人 没有一个成交 你自己啊 你失去了自信心 那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这个乙注词要用的时候 可能呢 你要用一些代替乙注词来说 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嗯 你不大有信心的时候 你说 啊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 哈哈 有时候 他要讲他的话嘛 然后你又不要跟他 argue 人家讲 然后you win the argument 你赢了那个争执 但是你输了那个生意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要跟他 不要跟他这个 argue嘛 然后你就简单的带过咯 你不要跟他计较 不要跟他辩论啊 好所以你就快快的带过 我也这么认为 是吗 有时候他讲的也不完全不对嘛 哦可能有一个50 可能40 30%不对哦 那你说我也这么认为 你认同他嘛 没有错嘛 所以你就不会给他拉过去咯 所以 在 呃交谈当中 你就把他拉回来 我们所要讲的重点 然后他也很喜欢听 哦对 你也跟我一样 有这个想法 然后呢 有时候再接下来第四呢 家人是最容易有共鸣的话题 不论我们自己的家庭是否完美 每个人身边呢 总是会有几个清净的人 因此呢 家人呢 其实是有意引起共鸣的话题 哦 所以有研究显示呢 你跟人家分享家庭的话题的时候 能够很快的 建立起亲切感哦 所以你看哦 通常你看那些妈妈呢 在学校带孩子的时候很快的 很快的哦 比如说今天你搬家了 全家人搬去KL没有朋友 哎 两个星期过后你觉得 哎你太太身边多了好多朋友哦 因为他们都在一起聊小孩子的事嘛 对不对 所以就很快变起朋友了 所以 但是呢 在聊家人的时候呢 也是有逼迹的哦 比如男人跟男人呢 突然间你跟我聊你的太太 你会吓死我 ok 我跟你聊我的太太 也会吓死你啊 这是有一些逼迹的哦 要记得哦 那女人跟你人 也不可能聊老公吧 对不对 所以可能你会聊你的老公 买钻戒给你了 买M-Laser给你了 买一辆信车给你了 但是这种聊法对不对呢 你觉得这么聊的话 对方感觉怎样 哎 这个人耗恋哦 一直要炫耀哦 所以哦 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聊啊 有一天你到了那边的时候 哈哈 全部人就突然间不出声了 要讲到这个就有一个朋友啊 这个真实故事哦 一个朋友他的太太告诉我的 因为啊 这个也是蛮成功啦 这些妇态 没有啦跟我聊老公 他们这些妇态呢放学去载孩子嘛 然后啊 就有两个三个啦 就 时常呢 就是讲话啊 也是比较要宣调的 所以他就讲啊 去欧洲旅游啦 什么啦 他们坐飞机啊 都是做business class的哦 哦 哎 做business class啊 那个 仓务集啊 是很不错哦 因为啊 那个 机票是比较贵嘛 又可以睡觉什么一大堆的 所以 大概有六个 然后六个 这个妇态就在那边聊了 我朋友太太也是其中一个啦 但是我朋友太太不像他们一样 所以讲讲讲到最后 然后就这样问哦 然后 当然啊 我朋友他们出门也是做这个business class的嘛 然后他们其实是做first class的 但是人家很谦卑嘛 不敢讲他做first class的 是讲business class的 然后轮到第六个的时候 大家在看那个 然后那个 那个富泰呢 就觉得 他们觉得他好像 哎 好像不会打他们这样哦 哦 原来哦 在有两个富泰在弊问之下 就哎 你是你是first class 还是business class的 当然不会讲economic class 他说对不起哦 我从来没有踏这些飞机咯 我们出门呢都是做private jet的 哈哈哈哈 你看 你看 呃 所以聊的时候啊 不要太扩张嘛 这下子怎么办 人家有私人飞机的哦 哦 当然啊 你要聊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有分寸啦 哦 所以聊家人好像 比如说我们跟别人介绍 iom laser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嘛 为什么我会买iom laser 其实我是买给我母亲用的嘛 虽然我知道iom laser很好 哦 但是最主要呢 哦 我要让他用嘛 因为他晚上不能睡觉嘛 优异嘛 哦 又有血液高的问题 所以从这里弹进去呢 哦 人家也会感觉到 哎 蛮不错哦 你也是好孝顺哦 你会 哦 那如果聊了之后 他不买给他的父母亲 他也觉得 嗯 有一点不对啊 所以啊 能够有一个共鸣的话题 是很好的 接下来呢 第五呢 冷读书 哇 冷读书 这个呢 就要靠你啊 运用你的观察力了 可能你对 跟对方呢 不是很认识 哦 尤其是有时候啊 那个 last minute appointment 最后一分钟的 那个appointment啊 我们的downline 就会打电话 哎 Mr.Yu啊 你等一下 下几点啊 早上九点啊 等一下十二点有空嘛 哦 十一点 十一点 那个顾客 也顾客啊 很难找的哦 很难做appointment啊 然后见我们哦 所以有时候那些资料啊 我们也收集不足 就去到那边 这个时候就要凭那个观察力了嘛 特别是你刚刚认识的 那个时候你就要 然后观察他的穿着啦 哎 你去今天衣服穿的好好看哦 是在时尚产业工作的吗 哇 猜对了很好 猜错了也没有关系嘛 哦 因为如果你能够这样讲的 他也会很好奇 为什么你就会这样的猜呢 他自然而然的啊 就会问你问题了 哦 那猜对更好咯 他觉得你很了解他嘛 哦 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彼此 拉近这些距离 也能够创造很多的问题 能够啊 让我们的聊天呢 进行得更自然 因为哦 成功的销售呢 就是要靠聊天聊出来 不是去那边卖东西 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卖 就好像最近有人被出卖 害了整个国家 所以 冷毒素啊 那如果你能够去到他的 啊 办公室啦 还是去到他的家呢 那你要看观察嘛 有时候你可以观察 他在墙壁上挂的是 那些照片啊 哦 看到那照片的时候 那嘴巴啊 挺甜一点哦 啊 要用赞美的话啊 用心啊 用心的赞美 你看到哎 旁边站着 两个哇 大学生 那你就知道 那两个孩子 或者可能那一个是他的媳妇嘛 人家是大学生嘛 啊 所以你就从那里呢 你就知道 哦 你孩子都是啊 大学毕业的 哇 啊 他也听到他 我儿子是博士啊 我女儿是硕士啊 哇 那 父母亲啊 这时候 他也是 要展现一下嘛 所以冷毒素呢 是 蛮重要的 所以呢 哦 再重复一下 第一呢 不要一直问问题 我们不是CIA 我们不是警察 用陈述 代替问答 尤其是那些啊 不大想要说话 幽默寡言的 然后减少不必要的语注词 OK OK 哈哈 或者是啊 他嘴巴开大大啊 让人家对我们是去信心 好 第四呢 家人是最容易有共鸣的话题啊 可以谈谈我们的家人哦 告诉他 哎你当初如何接触 为什么你要买 你要买给你的家人嘛 你的父亲母亲啦 或是 你的孩子啦 还是你是因为买给你叔叔的 哇不错哦 是啊 我遇到几个啊 自己没有用买给他的叔叔 买给他婆婆用啊 就是有这么孝顺的哦 然后冷毒素啊 这就要靠训练啊 就要靠你时常 要那个观察力 所以啊 以上呢 这些呢 其实有时候你在应用的时候呢 还要接上啊 六大原则啊 这是沟通六大原则 那什么是我们的沟通六大原则呢 啊 这些呢 哎有一些人就啊 不陌生啊 啊 第一个原则就是 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 直到他们知道你有多在乎他啊 啊 你你你了解的多少又怎样 这是你的知识 你的常识而已吗 但是你在谈话当中啊 你带着那个 呃 关怀 你去那边你不是一直要卖嘛 对不对 你要关怀他的健康啊 你要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啊 他有山高的问题 那你就告诉他 IM laser 如何帮助到山高 啊 在用IM laser的当时啊 如果他的血压跌了啦 他的血糖跌了啦 那他去看医生告诉他 那可能医生就会帮他剪药 剪一半 哇这个时候他就知道 哎 原来呢啊 你知道他的问题 然后你是出于关心 来跟他分享IM laser 是要让他赢回健康啊 让他有一个更健康的人生啊啊啊 人生下半场啊 然后第二个原则呢 啊在沟通中呢 你怎么说比起你说什么更重要啊 比如说吃饱了没有啊 然后我就这么说吃饱了没有 哇好像要打起来一样啊啊啊吃饱了没啊 你看 所以那个语气很重要吗 然后那个语气如果又带有爱心来说啊 那么对方呢肯定呢就能够感觉到了啊 比如说我们在啊啊啊 线上讲课也好吗 那如果你是随随随便便的 英雄英雄的 哦 虽然我看不到你的表情 但是你也会感觉到吗 哎 这个好像是偏家的哎 讲随随便便讲的啊 所以啊你怎么说 比起你说什么都重要啊 好 原则三 啊 想法啊 还有加上你的心啊 等于一个热忱啊 当你只是用脑跟人家讲的时候 他收到的只是知识而已 但是呢 你从你的脑出发又加上你的心 你的热忱 你的爱心哦 那讲出来呢就带有热忱 带有热忱的话呢 对方会感觉到 哦 哦 原来 你叫他 买一个I'm Laser 是为他好的 不是 你买了一个我赚你八百块 啊 人家啊 很多人都是很敏感的哦 都会感觉得到的 你不是来卖东西 你不是来卖产品的哦 你是来给他提供一个服务 帮他赢回健康 啊 不然I'm Laser这么好 哈哈 哦 放在那个啊 厨师卖就可以 然后公司不需要我们了 OK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 原处必行提高效力 原处必行哦 你跟你的顾客 你答应了要做的最好做出来做好他 哦 那如果今天你也是Diamond 你答应了你的Emerald 你答应了你的Ruby 你说我三月份要帮你哦 让你能够成为Emerald 那你就要做咯 要跟他陪同他咯 要跟他一起策划 然后跟他一起 好 然后协助他 让他能够成功达到Emerald 让他能够达到Diamond 哦 原处必行吗 呃 不要这样这样了 呵 一转头 呵 就忘记了 忘记了刚才讲的话 嗯 那就麻烦了 好 第五呢 哦 你的脑袋想要被填满哦 首先呢 是要开放的哦 还有另一句话啊 是说要空杯学习啊 我们去到啊 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啊 有时候我们脑袋啊 也要空杯学习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 你不要看他穿的啊 很拉拉踏踏 呵呵呵 人家是很有权的 所以 不要 以貌待人嘛 呃 然后我们在学习 有时就在学习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在Ventroth啊 我们都是在彼此学习嘛 哦 当啊 有一个讲师呢 在讲的时候啊 嗯 我们也是要空杯学习吧 不然的话 如何学到新的东西呢 啊 我们俗语说 活到老 学到老 哦 是有那个原因的啊 不学 就不学武术了啊 不进折退 逆水行走 然后第六呢 啊 你不能进行超过自己水平的 培训和教学啊 啊 这就是啊 啊 沟通呢 取得一个比较另外一个啊 啊 另外一个 level 另外一个水平了啊 那今天呢 如果很幸运的呢 啊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啊 啊 这个第六个原则在哪里就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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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上啊所分享的好好说话 人生无挂呢 如果你做好了啊 你就啊 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就叫人生开挂 什么人生开挂是什么意思呢 啊 人生开挂意思是呢 你是一个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生啊 甚至能让人觉得了开了外挂得到的 无论你遇到了人生遇到什么困难 遇到什么阴险 都是小菜一碟不足一提啊 啊 对于普通人来讲 如果你达到这种惊人的成绩的时候啊 有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你是作弊啊 而得到的 所以呢 沟通啊 是一个艺术 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 你要人生无挂 就要好好的说话 啊 那么 在 Ventress里呢 在传世销里的词诗呢 就是一个很好啊 啊 给你学习 很好 一个很好 让你能够practice啊 你的画素的地方 啊 所以 每一次啊 你见了一个顾客 或者是你跟你的啊 我们自己讲上线比较简单啊 你的老师一起出去的时候啊 你要注意哎 你的老师是怎么讲的啊 记起来啊 那我到底能够在哪一方面呢 能够有长进呢 啊 那么 在这里呢 那个画素说得很好啊 啊 然后也不得罪人 人家听了那个话很好听啊 即使他不买 他也会介绍朋友给你啊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也会了 好 那么在 很简单嘛 你学到了哦 你就在这里应用啦 这是以前我们啊 几个 啊 星期前我们所 分享的嘛 The Power of Tree 啊 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Trot Program Training of Trainer 呢就是训练啊 啊 训练者的一个啊 培训啊 这是我们的CEO Mr. Lim所提供给我们的啊 我们这Diamond呢 还有这些啊 啊 每一个星期呢 都会有啊 在这里 的讲师呢 就上了这个课程 然后最近呢 有好消息啊 这个时候就要等你们的Diamond 来告诉你了 OK 好 那今天呢 我 呃 这个分享呢 就到这里啊 好好说话 人生胡瓜啊 希望大家呢 能够 呃在这里呢 呃 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的 呃学习能够更加的好 好 谢谢 谢谢我的分享 就到这里 那请问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要分享的呢 或者是你有更好的 能够跟我们分享 哦 雷们几首啊 雷们 嗨雷们 呃 这么快哦 那请问雷们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啦 啊 i雷们 我unmute你啊 现在我unmute全部人啊 你有什么问题 就在这里讲就可以了 啊 刚才你unmute啊 对不起啊 不可以给你 好 那那个slide有谁要啊 我可以分享给你啊 我在这里把我的email address ok 对吗 好 你如果想要那个slide的话 你就 呃 发一个email给我 啊 然后 我就懂得如何的 啊 啊 我就 啊 reply你啦 啊 谢谢 Jamie 谢谢Penny 啊 好 哈喽 Adeline 哇 Adeline Adeline 回去KK了哦 嗯 Hot from the oven 对对对对对 刚刚从那个炉里面拿出来 呃 跟你们分享一下 嗯 ok 怎样 大家 现在几点啊 9点18分 我刚才 8点35分才开始啊 蛮快一下嘞 哦 Mzone 你不要打在这里给我嘞 你发给我的email 哈哈哈 发弃我的email 发弃我的gmail 因为等下我close了 我找不到了哦 啊 你发弃 然后你从你的 然后对不起啊 因为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会 我要翻回去找看哦 看找得到吗 诶好像有哦 看到那个Josephine 问的问题哦 May I ask Can I take BSR early morning without food 哇 这个问题啊 问的哦 他在前面问 到后面的时候 忘记了是谁问哦 他就是喝了Bodita 他的胃有感觉 感觉有一点不舒服哦 所以我就跟他讲 叫看人家体质嘛 嗯 嗯 OK 没有问题的话 嗯 我要放工了哦 哈哈哈哈 明天 明天到底是几点啊 啊 对不起啊 忘记 我没有发这个 今天啊 因为忙着准备啊 明天是我们的总经理 而不是明天是ViuSEN ViuSEN会帮我们分享 明天是三点 三点啊 三点到四点半 ViuSEN6 会分享 I am laser 那还有很多好消息呢 今天刚才好像有看到公司发出来的 买什么又送什么啊 又有大邮带了啊 这个就请大家 呃 关注关注 关注你们的 那个 那个MEO 啦 嗯 哈哈哈 OK 谢谢 谢谢啊 不是招书啦 这是沟通的艺术 哈哈 招书好像騙人家 沟通的 沟通的 沟通的艺术啦 因为 一个很很很懂得沟通的人 他讲话是不会得罪人啊 人家听了很高兴哦 即使被他打了 哎 昨天打了 还会让他打右脸 哈哈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哦 大家也可以开你的视频 我们say bye 拜拜 Good night 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Mr.Yu 晚安 谢谢你的分享 感谢 Mr.Saw 哦 记得哦 发去我的mailbox哦 我就发给你 嗨 Mr.Zong 你好 你好 哈哈 对不起 因为我在看信息 所以 没有看到你 我没有看到你 嗯 OK 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 把它关掉啦 OK啊 好啊 Good night Good night 嘿 好的 żenie 你好 没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